拉拉 所以妳家裡面 擺了開運物 然後說也真的有幫到妳喔 對 因為我原本對開運物 沒有什麼了解 但之前有上過一些風水節目 像那個唐老師之前 也有去我板橋家看過 然後就發現原來擺對東西 可以改變一些不好的運勢 然後那段時間我剛好在演藝圈 有遇到一個不是很好的女生 然後就是百般的捉弄我 然後陷害我 就讓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他當時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我還去行天公拜拜 然後就求錢 他還說妳就不要管 反正什麼中秋什麼月兔來臨時 他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就果然就是中秋節過後 他就出了一件大事 我想說他都那麼慘了 多大的事 很大很大 如果講了就知道是誰 講了就知道是誰 就算了 可是那段期間 就有老師跟我說 那妳可以擺一個那個 黑曜石的龍龜 他可以幫妳化災 然後防小人 震災 然後還有一個黑曜石的葫蘆 所以這個都是我 我原本台北家就有放了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真的有幫到我 然後我就把它擺來高雄家去當殺 然後自從我放了這個龍龜 跟黑曜石葫蘆之後 我就遇到我另外一群朋友 就是小優蘿莉塔他們 我們的友情就很穩定 然後再也沒有那種有心機的朋友 在我身邊 就覺得滿相信水晶這東西 真的因為在認識拉拉 有時候她會跟我們分享 以前遇到的一些 就是女生朋友弄她 我都會講說 妳那些朋友到底 對啊 好可怕 什麼搶她男朋友的啦 然後呢 都是最好的朋友 真的很可怕 怎麼樣要弄她 除了搶男朋友還有什麼事 就是工作也會弄她的 然後在外面講她的壞話的 然後還有把她的炮友 介紹給我當男朋友 很誇張 很誇張 真的 都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想說天啊 我就是想要一個第二孫 然後安安定定的交往這樣子 然後我就沒想到 那妳把妳前夫介紹給她 我們都沒聯絡啦 我就想說 怎麼會遇到這種阿利不達的事 她那些好可怕 很奇怪 不然就是最好的姐妹 跟我的前女朋友在一起 然後還在一起到 懷孕生子這樣子 對 懷孕生子有結婚 也就是祝福她們啦 可能她們算正遠 可是在過程 她們約會的時候 那個女生穿的衣服 都是我送給她的 然後她都會拍照 然後放在社群讓我看 我就覺得 還是有一點點過不去 後面我就想說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反正我都買房子了 我有兩隻貓 又有女兒這麼乖 我應該往好的方向去想 不要去糾結不對的人 是 啦啦是有一點就是 傻人有傻福 她比較不計較 對啊 然後像我的沙發後面 因為很多老師說 沙發後面要有石牆 才有靠山的感覺 那因為對我來講 有一個石牆 就會空間感沒那麼大 所以我就是做了一個矮牆 然後自己想說 那我要在中間 砍一個樓空的地方 這個超漂亮的 然後裝燈 然後再裝五行水晶 金木水活土 我想說這麼多水晶 給我當靠山 應該沒問題了吧 木太運了吧 對 然後擺下去也不知道 是不是心理作用 反正我就覺得 一切都很好 很平坦 很順利 對 然後這是我的柴位 像因為有一個風水老師 來我家他就說 真的是什麼人買什麼房子 因為我的柴位是在 九彎十八拐裡面的一個密道 因為我的房間是 我的房間有特別做一個更衣室 然後更衣室裡面還有一個美容室 美容室的鹽盤浴的對面 才是我的柴位 家裡還有鹽盤浴 自己家裡有鹽盤浴 我們去高雄也嚇歪了 有鹽盤浴耶 我要是妳閨蜜 我也害死妳 我跟你講 幹嘛 那麼享受 真的 然後那一區我就是做一個活動區 所以我沒有做到實體的櫃體 所以有一個梁柱 然後老師就說 那妳放一個鹽燈跟黃水晶 去把那個梁柱做檔煞 然後還可以幫妳做招財 我就都很聽老師的話 這樣擺一擺 然後也真的覺得有賺到錢 對 讚 讚喔 對 小優 小優妳家裡咧 妳家裡也派人放一些 我家裡就是基本的 像是那個 大家有都會去那個 指南宮球的經濟我家 那個一進門就有 然後呢 我也有就是去求那個 有一家財神廟岩滿陵的那邊 我也有求一個 魚會咬精力 會咬錢的 對 那個我也有放財味 但是我一定要特別講的就是 除了這個 比較多人都有的之外 我覺得是命運好好玩 讓我有運的 因為呢 就是我記得我好像是去年 我拿到你們的開運路 然後我就放在我家的 好美喔 夜市櫃那邊 我想要這個 然後我擺了 真的才幾個月 我就接到我人生第一個大代言 所以我就 就那個錢就 進來我就覺得很開心 而且因為我從來沒有接過 那個電視代言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是不是這兩隻鹿幫我開路了 但是呢 因為這兩隻鹿的鹿角很漂亮 對不對 有一次因為我叫羊貓 跟拉拉一樣 我有一隻布偶嘛 牠很皮 有一次牠就上去那個電視櫃 然後就啪 就把其中一直 掃下來 掃下來了 然後我就很氣 就立鼓你怎麼這樣 然後結果我又把那個鹿捡起來 之後 腳就斷了 那這樣 所以我坐著的那一隻鹿 我們爭取再送一套新的 真的 沒有 我也要 再送一套新的 我去年走了 還有喝嗎 你說我在家裡用什麼三秒 交黏半天 還用那個膠帶纏住 但牠那個腳就是會斷 不行... 破境難重圓 我們想辦法送一套新的 我拜託那一隻很好玩 因為那一隻坐著的鹿 就從我家就是斷掉了 我是站著那一隻還在 牠還撐在那邊 但是坐著那一隻的腳 就有一個斷掉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粉筋的 也是那一天來錄那個秘密 這一組 這一組好可愛 我記得這一組好棒 是不是 我那天就跟製作單位說 這組真的好漂亮 然後他們就有送我 我就擺在我的床頭� 跟你講一擺下去 馬上就是有桃花進來 就是有... 是人家介紹的嗎 就是有人家介紹 然後我可能只是... 是 我真的只是出學 單純的好朋友嗎 還是... 還是怎麼有 就是有在追求的 對 那就是算是正桃花 因為我以前也是會常常遇到一些 想要約你跑步的朋友 但是... 那種就是爛桃花 那個就是不要 但是我把這個擺在我家的床頭櫃 我可能只是真的 只是出去吃個飯 就會有人說 那個我可以認識你嗎 這樣 以前沒有這麼的 就是像這樣的感覺 而且來找我的 都還算是有正常職業的 然後年紀也不會什麼 太大或太小 剛剛好的 我就覺得 好像真的有幫助耶 所以我覺得超級謝謝 命運好好玩 現在知道了吧 我們的開運勿多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阿湯哥 哪些生肖的人 會像啦啦一樣 這樣享受人生不忘本 好 待會要揭開這個答案的時候 其實沒有上榜的話 不表示你會忘本 對 因為其實從生肖還是要看 有些他先天的運 有些人他可能不會忘本 他就會努力的做 努力的做 但是真正要讓他享受人生的時候 他未必會捨得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十二生肖當中 如果你是生肖屬豬 屬兔 屬羊 屬牛 跟屬蛇的 好準喔 然後幾個生肖之外 再提供給大家 如果你出生的月份 假設你是農曆的 十月 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四月 你的出生農曆 農曆嗎 對農曆 如果你農曆有上榜 或是你的生肖有上榜的話 兩個其中一個 你都是屬於這一款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幾個生肖 先天來講 他就會比較重視 所謂的家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 跟嚮往這樣的生活 但是未必他們生活 一定是要經過 什麼樣的大風大浪 他才會有這種感觸 而是他先天給他的 這樣的一個觀念 未必是環境造就了 像拉拉可能就是 因為環境造就 他必須 我一定要堅強 我一定要努力 然後去把這個家鞏固好 但是如果說 這個生肖的朋友 他先天就覺得說 這很理所當然 縱使我今天出生在 很富裕的家庭 那他也覺得說 那這應該要去做的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人來講 他是 進隨心轉享受生活 他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 他都會隨時的轉念 所以讓他覺得說 好像我的人生呢 隨時都是活在當下的感受 所以他就屬於 真的會去享受他生活的人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Java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